放上立牌写着 基神抗台 空心菜 小白菜和油菜特价便宜卖 145元做进买气 山陀尔台风影响连日豪雨也导致农业灾情频繁 农作物受损以香蕉最严重 损害程度20% 被害面积大概771公顷 损失金额5100多万元 农业部也在5号发布山陀尔台风农业灾情报告 受损最严重的前三县市 以屏东县最多高达2亿2992万 另外高雄市损失8816万 台东县则损失3093万 不过千里迢迢来到台北市希望广场的台东小农 带着来自台东成功巴汪汪部落的农特产品 以亲民的价格到市集贩售 市面上的话来从过后大概都会卖到多少钱 大概至少也要60到80左右吧 在摊外上的芭蕉一串只卖100元 一早开摊有些产品立马一扫而空 甚至采访到一半就有民众只看一眼 就迫不及待想要马上把农特产品卖到手 这个绝对没有农药 而且来这边他们会冲烟 主打自然循环酵素种植的天然农法 除了蔬果外稻米也很畅销 吸引不少北部民众采买一试成主过 现在是台北市的菜价都是蛮高的 有的长了两三成 那他们这边小农我们也是说来帮他盆尝一下 而且他们这一摊就是标榜是用那个凤梨酵素去种植 对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很好 算是来这边推广交朋友 这些地瓜叶都是自己种的 家里周边很多 所以说想说来这边就分享 也要看客人有没有办法说 对我们以后会不会对我们 就是偶来的时候都会来光顾这样子 阿里鬼的用心种植 要让顾客把健康吃下去 尽管碰上风灾人 就希望能将健康的稻米和农特产 推广给更多人认识 有的新闻 给我们第1位台北市采访报道